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种运动 经常做可以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打羽毛球的这个挥拍运动 它其实最适合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 或者是想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比如说有毛球啦 乒乓球啦 网球啦 都是很好的选择 第二就是游泳 游泳不仅对咱们关节的负担小 同时对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 能够锻炼咱们的心肺的功能 游泳引起的疲劳呢也更容易恢复 第三种呢就是有氧运动 它是一大类 有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啊 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两到三成的死亡率 比如说咱们的慢跑快走 包括骑自行车瑜伽都属于是有氧运动 每周三到五天 每天半个小时 这样的频率是比较适宜的 那么不能过度 尤其是已经患了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我们还是不建议过度的自己随意运动的 您记住了吗